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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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喵大家好我是曹德莉 我是美食費很千千 我是Pia哥 我是志祺 我是許波 我是吳子 You're Walkie Boys 哈咪Videocat 網紅館 發燒搶片十四天搶先看 恰恰 獨家喜劇大片 會員無限看 Fuck at me Fuck at me 剛剛爛人嘛 他們 好 大家早安 我們要準備去吃早餐 我們這一次啊 後來被升等的房型 是709 他這邊啊 跟飯店那邊有點不一樣 這邊感覺是比較是公寓式的 晚一點再 對 非常大 晚一點再開箱給大家看 這一區公寓式的電梯啊 跟飯店那邊的 比較不一樣 就是是在不同一邊 and it's all for you 這個冰箱裡面 有優格牛奶 就是燕麥 然後就是看你想要拿什麼 對 要吃其他優格 好 十點半 早上十點半就結束了 他早餐的區域啊 是那一區 然後桌上邊 這邊有個吧台 這邊最棒的部分 就是飲料都可以用點的啊 他會幫你做 然後我有先拿一個可鬆 今天菜林還在整他的歐姆蛋 浪卷裡面啊 人質滿多的啦 然後感覺服人員有點少 所以像是碗盤啊什麼 他都服得比較慢 然後桌上的叉子啊也不夠 就是有點手蠻腳亂的感覺 然後他現場有一個人在幫忙煮蛋啊 然後要等滿久的 今天菜林應該已經等了十來分 我要來吃一個他的可鬆 嗯 不錯喔 他可鬆滿好吃的 層次啊滿鮮明的 吃起來不是那種很酥很脆的那種 然後油脂用的不錯啦 這個不錯吃的可鬆 我剛剛點了一個 冰的拿鐵送來了 他弄得滿漂亮的 哇你滿久的耶 他的人感覺有點少 我覺得他這個歐姆蛋很久 是因為他用電磁爐 喔就煮滿久的耶 對因為那火最大就是這麼大 然後他早餐的選擇 你覺得怎麼樣 應該說我覺得他東西還算多 一說很多東西我們很不敢吃 喔對蠻多好像是那種比較辣的啊那種感覺 不是他的問題可能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你就會覺得好像能吃的很少 對兩個歐姆蛋 然後還有一個水果杯 跟這個這一個是什麼的 這兩個都是雞肉 都是有點辣的那種感覺 對他剛剛有一個汁 他裡面其實只有一個牛肉 可是我們去了之後就已經被拿完 另外一個是炸魚就沒拿完 對因為現在早餐快十點半了啦 早餐也快結束了 對啊應該是不會再買 我們準備要去 游泳 給大家看一下威斯汀的泳池 其實威斯汀很高耶 悠悠說水有點冰 我們猜拳輸的就先下去 不 不 哈哈哈哈 給我一點點那個培養情緒的 他這個很真啊 跟大家分享 我們 對我們點了沙爹 唉唷為什麼在打我的手機 開一插 這不是我的手機嗎 分享一下威斯汀的游泳池 他這邊就是有一個大池 就是水深還滿深的 有1米45 然後我覺得游起來很舒服 因為人不多啦 再來他的水啊 其實非常的乾淨 新年菜的林在這邊 你在幹嘛 很秋嗎 很秋 好跟各位分享喔 旁邊啊 還有一間 裡面啊 可以打桌球 還有一個桌上的 這個算什麼 桌上足球 跟桌球 在過去那邊一點點有 他有故意把水位放低一點的 就是給小朋友玩的一個池子 就是在那邊 遊泳圈 就在那了 我們要來開箱 這一次我們在吉隆坡威斯汀 住的房間 這次我老公有用套房升級券 所以我們升級到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算是已經是公益等級的了 對 他這邊那其實是跟原本的飯店的出入口是不同的 不一樣 對他這邊好像叫 West in the restaurant 在他的席椅啦 就是這邊這一區的房間 然後其實都是這種感覺是常住型 家庭式這種大套房 我們這次住的是709 後面還有一個707更大 這一次用套房券升級 我的感想是 如果你住越長越久感覺越划算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類似那種給那種常住的 比如說你一個月的 可是它價格應該不會比飯店貴啊 應該我覺得不一定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大小什麼不一樣 對 可是這個地方真的是市中心的市中心 對面就是最大的小屏幕 基本上就是住在信義區的感覺 我們這間房間啊 訂的價格是4000多塊 台幣 台幣 真的是不會很貴 對而且還有含早餐 你還可以用健身房用 進來的左手邊 這邊有冰箱 然後有IH爐 這個化台太大了吧 對這邊的東西你都可以使用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常住型的客人 裡面有鍋子那些可以使用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方便 然後昨天像我昨天走到門口的時候 我發現其他的住客是有把衣服放在門口 是真的有送行的 來進來這邊啊 非常的大 我們把行李都放在這一區 然後這邊啊 是他的客廳 我昨天是睡在這邊 對 他本來問我們要不要加床 然後他就說其實如果在家可能會有點急 那我們就說 好那我們就進來看一下再決定好 最後我們就決定一個睡沙發 然後兩個睡床 還有一個睡另外一個小房間 對 應該就剛剛好 我昨天就在這邊打電腦 悠悠也在這邊打電動 這邊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也蠻特別的耶 它有點像是外推陽台的感覺 是不是很誇張你們 看是對面這邊 這邊呢就是吉隆坡最大的百貨 這邊就是博威年 真的哇天啊 這個地點太完美了吧 對 這邊早上呢 只有早上是通的 只要大概接近十點之後 這邊就全部會塞車 沒錯 而且這個路口啊 就是最熱鬧的路口 這個康巴 這招牌其實很大很漂亮 做得很特別 然後 從這邊 往裡面看 你看真的很大 那新店菜林啊 昨天自己睡在這一間 這間是沒有門的 這是我的房間喔 這是我的房間 欸你的房間有那種小閣樓的感覺耶 對因為我就想說我可能會用一下電腦什麼的 那這邊呢 有一張像是沙發吧 那我就把它的靠著拿起來之後 我就睡在這邊 那其實這個地方 因為剛剛好是 其實我們家每個人都不高 所以我就算腳伸到最長 我也不會碰到地 然後它其實比較寬 所以我不覺得說 它比一般沙發難睡 它有可能比家床好睡 因為 它的墊子是比較硬 反而不會這樣 對 而且這樣睡起來很有安全感啊 感覺靠著 頭也有靠啊 我這兩天都睡得很好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威斯汀的外型 因為它其實 有時候他們就是特別注重睡眠 所以它每次睡 它睡前有附一罐東西 你有發現嗎 什麼 那罐東西去哪裡了 它有附一罐精油 我這兩天都有塗 這感覺上比較助眠啊 有欸我覺得有幫助 讚 然後這邊有個書座啦 小小的講一下 我們充電都在這邊 因為我們忘記帶轉接頭 來馬來西亞還是要記得帶這種插頭的轉接頭 因為整個房間雖然插頭很多 只有這個啊 能夠插上那種平行台灣的這種插頭 所以轉接頭一定要帶 沒錯 然後一進來 門的右手邊就是往主臥跟廁所的方向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還在睡覺 我們又有個姿勢 很美欸 欸起來了我們要準備離開了 那這邊就是它的主臥 它的主臥啊 它其實旁邊有一個無線的音響 它也可以放手機充電 那其實它這邊呢 等於是還有一個你可以工作的空間 這邊還有一張桌子 看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點也是外推的那種感覺啦 對 我覺得視野非常的好 剛好一個是半圓形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房間啊 或者是客廳整個窗戶都落定的喔 對 可是我感覺這棟建築物 應該是有年紀的啦 我自己覺得這棟建築物非常的有年紀 對 因為我們是一開始下午的時候 它是先給了我們 一間兩張單人床的房間 然後它就說會幫我們準備好大房間 來跟我們講 可是它的飯店區 我自己覺得裡面的硬體設備 都比這邊行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廁所 就是中規中規的廁所啦 這邊是淋浴的空間 可是它淋浴的水是蠻大的 這個是有一點積水 然後這邊是它的西冷盆 一個圓的 然後這邊 浴缸 浴缸 前天鐵欄跟幼兒豆 在那邊泡澡 他們還特地去買了沐浴球 在那邊泡澡 對 廁所是蠻大的啦 整個感覺上是蠻大的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它其實裡面都是舊舊的 可是就是因為都是用還不錯的磁磚 所以看起來都還好 好 我們要離開威斯汀吉隆坡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走廊 是這樣的 接著我們就要做亞航的搬機 大概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從Killap 2到新山的機場 其實玩的時候記得要戴好口罩喔 因為疫情好像又生亂了 台灣還好嗎 台灣的疫情 我覺得跟這邊差不多耶 大家都習慣了 對 但並不共存 對啊 現在都習慣了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帳單 總共結了1429馬幣 大概就是9000多台幣啦 所以主要我們在泳池吃了181塊 不然會更便宜 好啦 阿媽離開 覺得做得怎麼樣啊 我覺得 以這個CP值來講 在這個地方我覺得很不錯 對 而且我覺得威斯汀整個 無倫棉訓練也不錯耶 蠻溫馨的啦 就是基本上他們都會關心你啊 今天怎麼樣啊 他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啊 等一下 媽要準備離開了 欸 不是這一樓啦 我想說怎麼那麼不眼熟啊 好啦 那我們準備離開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去新山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